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盛夏的时节 从国庆节到现在只不过五天的时间 气温就爬升了五摄氏度 盛夏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一种疲倦的神情 好像什么也不想做的样子 看来春天带给大家的那些美好 早已经消失殆尽了 可怜的奈利经常把笔记本往桌子上一摊 头枕着胳膊睡起觉来 坐在他前面的卡龙 为了不让老师发现奈利睡觉 总是把自己的书本竖起来 还挺着身子挡住奈利 克洛西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姿势特别吓人 看上去就像是身子和头分了家一样 而诺贝斯总是在抱怨 为什么搬上这么多人 空气实在是太不好了之类 在这样炎热的盛夏 要想好好学习 是需要拿出勇气来的 有时候我会看看教室外面那排浓密的树荫 巴不得马上到那里去乘凉 有时候我会抱怨学校 为什么这么不近人情 为什么这么炎热的天气 还要来上课 不过我总是强打起精神 认真的听讲 因为我的母亲在放学时 总是会很细心地看我的脸色 看看是不是变得苍白 或者问我有没有感到不舒服 这一段时间 每天早晨六点钟 母亲都会准时叫我起床 复习功课 母亲总是对我说 安利科加油啊 就快放假了 放假后你就自由了 你就可以好好休息 可以每天都到林荫道上乘凉了 这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 即使是在这样炎热的盛夏 有些孩子仍然在农田里 或者在沙滩上辛勤地劳作着 有些孩子在玻璃厂上班 每天都要受到火焰的烘烤 而且那些可怜的孩子们还没有假期 甚至没有休息日 比起他们 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说到这一点 我觉得戴洛西是同学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 我发现戴洛西从来不在上课时睡觉 她总是表现得特别精深 一头浓密的卷发让人觉得特别亲切 而且她还努力使周围的同学都保持清醒 我还发现有两个人也像戴洛西一样 能够保持清醒 集中注意力学习 其中一个是四代弟 她为了不让自己上课打瞌睡 总是在自己有点犯困的时候 就使劲地拍自己的脸 想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 另外一个则是商人的儿子卡洛斐 卡洛斐总是一副忙碌的样子 你可以经常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座位上 用红色的纸折纸扇扇子 她才不管上课不上课这回事呢 她脑袋里只想着要赚钱 不过 最让人佩服的还是可莱蒂 可怜的可莱蒂每天早上五点钟 就要从床上爬起来 砍柴做饭 每当到十一点钟的时候 她实在困得不行了 就一头倒在桌子上 昏昏地睡了过去 尽管这样 她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清醒起来 有时候 她会主动请求到外面洗把脸 或者让自己的同学掐自己一把 可是今天早晨 她实在是支持不住了 就熟睡了过去 老师大声地喊 可莱蒂 可莱蒂没有听见 老师生气了 又喊了一遍 可莱蒂 这时 住在可莱蒂家附近的一个孩子马上站起来 对老师说 老师 可莱蒂实在是太累了 他每天早上都五点起床 要干一大堆的活呢 老师停了 不再准备叫醒可莱蒂 而是继续讲课 之后 他走到可莱蒂的桌旁 轻轻地往他脸上吹气 想弄醒他 可莱蒂看见老师站在眼前 吓了一跳 老师看着可莱蒂的眼睛 说孩子 我不责备你 你不是因为懒惰才睡着的 而是因为疲劳的缘故啊 我也想念他 不责 不责